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2024年的中国经济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之前我们讲过相关的话题 现在从主流的意见来看 中国经济在2024很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 如果在2024年引爆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很难预测 比如说中国的债务问题 市业问题等等 但是这两天在中国的媒体上 突然惊爆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外资大举进入中国 何以见得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呢 中国的很多媒体 包括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 也在报道说 国际餐饮巨头 麦当劳 肯德基 塔扣标 还有咖啡连锁店 准备大举进入中国 要在中国开很多很多店 根据相关的报道呢 肯德基目前在中国 已经达到了一万家分店了 就是在2023年的12月 达到了一万家 那么现在肯德基在中国的目标呢 是在2026年之前 要开拓的这个店面呢 要触及一半的中国消费者 肯德基的中国部门表示说呢 过去五年新店的成长率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二 计划在未来三年 再多开一千两百家分店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万家了 也就是未来 肯德基在中国的店 在2026年呢 要一万一千两百家 而麦当劳呢 也说现在麦当劳的这个 全球一点五亿忠实的消费者 有七千万来自中国 最起码有一个在美国 就是前总统川普 川普是麦当劳忠实的粉丝 但是在麦当劳的 1.5亿忠实消费者当中呢 将近有一半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呢 麦当劳准备在未来的四年之内 在中国再开 三千五百家新店 麦当劳的店面的数量 应该比肯德基稍微多一点 所以呢 他未来的四年计划呢 要开的新店也比肯德基多 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的素食店 Puppies炸机 也宣布准备在中国要落地 未来要开多少呢 要开一千七百家 除此之外啊 星巴克咖啡 还有Taco Bell 也准备未来在中国呢 要开店 或者是开更多的店 所以呢 这条新闻综合起来就是 虽然美国政府 限制对中国的投资 虽然呢 很多国际机构 在唱衰中国的经济 但是呢 这几家国际大的餐饮集团 还是看好中国的前景 还是要在中国继续扩大投资 那么如果这个新闻 所描述的前景是真的话 那么 未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还会有效吗 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 是不是因为这些国际餐饮巨头 在中国大举的投入 而显示中国的经济前景呢 是未来繁荣可期的呢 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新闻的背后真实的意思啊 我们先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是麦当劳也好 肯德基也好 或者是Taco Bell 或者是斯大邦 这些国际餐饮大集团 到中国的投入 是谁在投资 因为我们今天讲 中国的经济出了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中国希望让自己经济重振 其中的一个马达 其中的一个马车 就是外资的投入 外资如果不投入的话 中国的经济 恐怕很难有迅速的增长 过去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呢 经济的三驾马车 或者是三个马达 就是投资 消费 还有进出口 那么现在如果外商不投入到中国 外资不投入到中国的话呢 中国的经济当然会继续下滑 如果外资投入的话 那么整个局面就有可能改变 那么这几家国际餐饮集团 现在准备大举在中国开新的分店 是不是说明外商在投资中国呢 我想这是我们在这则新闻当中 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要点 我们说陈述事实 讲述观点 是我们这个节目栏目的宗旨 那么首先我们要陈述事实 而这个新闻当中所说的 外资大举投入中国 是不是一个事实呢 我们先来看这几家 国际餐饮集团的巨头 他们到底背景是什么 首先我们说肯德基 肯德基的背景呢 是百胜餐饮 百胜餐饮是一家 地地道道 彻头彻尾的美国公司 那么他在美国呢 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饮食集团 他旗下除了有肯德基之外呢 还有Taco Bell 还有Pizza这几家 其实肯德基 Pizza已经进入中国了 Taco Bell现在目前 还没有正式在中国 开太多的店 据说开了一两家 正在要摸一摸 中国市场的水温 毕竟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们知道Taco Bell 是一个以墨西哥 饮食文化为主的 这样一个美国素食餐业 在中国市场会怎么样呢 但是无论如何 百胜餐饮集团当中的 两大品牌呢 早已经进入中国 但是进入中国的是 百胜餐饮嘛 其实百胜餐饮 作为一个美国的大餐饮集团 他进入中国 他有一个分公司 叫百胜中国集团 百胜中国集团 负责在中国营运 肯德基 还有这个Pizza 但是呢 今天的百胜中国集团 已经跟这个美国的 百胜餐饮集团呢 已经分拆了 为什么分拆呢 因为在中国有两个资本 进入了百胜中国 一个叫春华资本 一个就是蚂蚁金服 在2016年的时候 春华资本和蚂蚁金服呢 已经是入股了 这个百胜中国 那么现在春华资本呢 成了百胜中国最大的股东 所以说 目前在中国经营 肯德基和Pizza 是百胜中国 而百胜中国最大的股东呢 是中国的公司 春华资本 还有这个蚂蚁金服 那么如果是 百胜中国准备 未来在中国开更多的 肯德基店 到底是谁在投资呢 是美国的餐饮集团 百胜集团投资 还是在中国的 百胜中国投资呢 具体每一个肯德基分店 它开设的时候 由谁投资 这里边可能有一定的变数 我们知道 在连锁店这个产业链当中 有很多种不同投资的方式 其中有一种叫特许经营 其实百胜中国 就是百胜餐饮 在中国的特许经营 什么叫特许经营呢 大到比如说百胜餐饮 委托百胜中国 在中国经营着肯德基和Pizza 小到呢 如果你跟百胜中国合作的话 你可能会交一笔 所谓的专营费 这个专营费呢 交给这个集团之后 你可以自己投资 开一个Pizza 或者开一个肯德基 然后呢 你只要把股份当中的一部分 给这个集团 你就可以拥有 你自己的肯德基店 这种叫特许经营 这种方式呢 在连锁产业当中 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如果今天肯德基 要在中国再开 1200家店的话 谁是投资人 我想肯定不是 美国的百胜餐饮集团 百胜餐饮集团固然在百胜中国 还占有它的股份 但是具体要开某一个 肯德基的分店的时候 百胜餐饮集团可以投资 也可以不投资 因为可能有一个具体投资人 获得了这个集团的特许经营 变成了某一个肯德基店的 经营者 拥有者 如果肯德基用这种方式 在中国扩充1200家店的话 那么你认为是美国的百胜集团 在对中国进行投资吗 我们可以做出结论 外资在大量涌入中国吗 很明显 我们光从这个百胜中国 这个案例来看 我很难说 未来肯德基在中国 如果再开1200家店 乃至再开2000家店 这说明是外资 大量进入中国 而麦当劳呢 麦当劳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麦当劳到底 谁在经营呢 这个新闻 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个新闻曾经在中国呢 引起了一场混动 为什么会引起混动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媒体报道说 外资大举进入中国 证据呢 就是麦当劳 星巴克 还有肯德基等等这些店呢 准备在中国扩张 那么我们说这个新闻当中 所说的这些店在中国扩张 代不代表外资呢 最起码我们从百胜中国 这个案例来看呢 春华集团和马云 已经收购他大部分的股份 现在春华集团是 百胜中国最大的股东 所以呢 如果在中国投资的话 应该说春华集团 投入的股份或者资金最大 况且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所谓的连锁经营 这种特许经营呢 很可能是某一个店 有一个单独的投资人 而麦当劳又如何呢 麦当劳其实我说前几年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2016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麦当劳在中国 曾经有一个重大的新闻 就是麦当劳改名了 麦当劳改名改什么呢 麦当劳改名叫金拱门 当时这个金拱门 这个说法 还引起了大家的调侃 中国的麦当劳 为什么要改名金拱门呢 是因为中信集团 收购了麦当劳中国的 大部分股份 所以中信集团 是中国麦当劳最大的老板 在收购之后呢 麦当劳就不允许 中国麦当劳再叫麦当劳 所以他在商业登记上呢 必须改一个名字 于是呢 中国的麦当劳 就变成了金拱门有限公司 为什么会改金拱门这个名字呢 是不是美国的麦当劳集团 故意刁难中信集团 收购后的中国麦当劳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根据国际惯例啊 这种被收购的国际大集团 在在地的分公司呢 在商业登记上 按照国际惯例 必须要改一个名字 那么所以呢 中国的麦当劳 就改名为金拱门 扩湖中国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 现在中信集团 是中国麦当劳的主要持股人 那么同样 麦当劳如果在中国 要扩3500家店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 外资进入中国呢 很明显啊 这个新闻发布出来之后 被人误解了 被人误读了 这个误读的主要目标 就是说 今后还会有大量的 外资进入中国 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政府 确实有限制 美国资金投入中国 但是限制什么呢 并不是限制餐饮业 并不是限制 这些无关重要的行业 限制的是 高科技敏感的行业 比如说半导体晶片啊 等等 或者是跟这个人工智能 跟军事项目有关的投资 美国已经用 行政规则的方式 或者立法的方式呢 已经禁止美资 对中国进行投资 包括美国的一些退休基金 也不能够投入到 中国的股票市场 我想中国的股票市场 美国政府不禁止 美国的退休基金的管理人 也不会再投入中国了 所以说 中国的经济 能不能在2020年恢复 很重要的是 外资会不会重新 恢复对中国的信心 而外资要如何 恢复对中国信心呢 这个话题 我们讲过很多 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 但是最起码 我们不能说 麦当劳肯德基 在中国扩展很多店 就可以令到中国 得到大量的外资投入 就可以令到中国的经济 能够在2024年 重新能够振作起来 中国的经商的环境 能不能吸引外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因为如果在中国的公司 都不能好好生存 都不能好好发展的话 那么外商如何进入中国呢 我们刚讲了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 美国确实对中国 有投资的限制 在一些敏感的行业 但是即使在一般的 这个商业领域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 很好的营商环境 没有一个很好的 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 那么外资如何有信心 投入到中国呢 在2023年结束之前呢 中国又传出来一个 令人惊讶的消息 我不能说震惊 只能说惊讶 为什么惊讶呢 中国人民行宣布 现在支付宝 已经没有实际控制人了 什么叫实际控制人 就是这个公司 最大的股东 这个公司 因为它占的股份最大 所以呢 它在公司行使权利的时候呢 就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支付宝 这个庞然大物 今天为什么 已经变成了 没有实际控制人呢 当然是支付宝 要因应中国政府 要求要进行改革 其实在今年的年初啊 蚂蚁就对股工展开了公告 说上层结构 要进行调整 1月7号的时候呢 蚂蚁集团宣布了 有关这个对支付宝的 股份的结构 进行改革的一个通告 现在呢 这个股份改革呢 基本上已经成行了 其实这个股份改革很简单 就是把原来马云 以及他所有的 一致行动人的 股份表决权 全部给分拆开 什么叫分拆 某某人和一致行动人的 股份表决权呢 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 我占有15%的股份 那么这15%的股份 不足以让我在公司当中 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呢 我有四个 所谓的共同行动人 就是我表决东 他们都说东 我表决西 他们都说西 而这几个人呢 他们拥有的股份加起来 足够大 足够让这一群人 成为一个公司的 单一大股东 那么他就在公司的决策当中 就有话语权 蚂蚁金服就是这样 支付宝本来是马云控制的 但是现在和马云的 一致行动人的表决权 被拆开了 马云不能再跟他们 统一表决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马云自然也就失去了 对公司的控制力 现在马云在这个蚂蚁金服 还有多少表决权呢 据说还剩下 百分之六点二的表决权 那么也就是说 马云丧失了 对支付宝的控制权 马云为什么会丧失了 对支付宝的控制权呢 这当然就是政府的要求 有些媒体把它称之为 这个支付宝 终于被中国政府共富了 就共同富裕了 我觉得这更像共产 当马云失去了 对支付宝的控制权 意味着一个大公司 一个庞然大物的集团 一个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集团 他的创办人 以及他原来的控制人 再也不能控制这公司了 那么谁能够控制这公司呢 一个公司 总是要有一个决策力量 控制他的 是董事会的某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 这是政府对他展开了 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控制 当政府控制这公司的时候 未来我不能说 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 就一定是暗淡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创办人 如果你创办了一个 利润前景庞大的公司 但是呢 因为在政府的要求之下 你却失去了对他的控制 那么这样的营商环境 能够让西方国家的投资人 能够放心的到中国投资吗 很明显有这个案例在 我想每一个到中国投资的 欧美国家的投资人 他都要考虑 未来他在中国投资成功之后 会不会触碰到某一些政府 不愿意让投资人控制的领域 会不会触碰到政府 某一些敏感的神经 如果这样的话 马云就是一个先例 你所创办的公司 会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就消失掉 其实自从2020年以来 中国的一些巨头 一些上市公司 蒸发的这个财富价值 是惊人的 比如说像这个阿里巴巴 像腾讯 像美团 这样的大公司 他们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总市值蒸发了1.2兆美元 1.2兆美元 是一个天文数字 短短三年 这些巨头 蒸发了1.2兆美元的财富 这给外界的投资人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 其实我们刚讲到的 中国这几大巨头像阿里巴巴 像这个腾讯 像美团 京东 等等 这些大集团的创办人 哪一个在政府 没有深厚的背景 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 他们就不可能 创造这样的巨额财富 在政府有深厚背景的人 尚且可以在短短三年当中 这几家公司 总共蒸发了1.2兆美元 那么如果作为外来的投资人 他们在中国 会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吗 如果这个疑问 不能够解决 我相信2024年 很难再有外资 大举进入中国 那这样的话 最起码中国的经济发展的 三架马车 有一架马车 就会停滞不前 2024的中国经济的前景 恐怕跟我们之前 所分析的一样 恐怕还是一个堪忧的局面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